大家好,我是孫敏起 今天和大家講一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的這個字 就和近期的天氣報告 相似的,例如一部警告仍然生效 說一下為什麼 今天港股繼續牛皮皮 高開之後,一度升上22900水平 不過其後升幅,就慢慢收窄 一度倒跌 最後全天都要跌少少 收22866是跌13點 成交跟昨天基本上一樣 是440億 今天為什麼市會回落少少 一方面就和保險股有回吐有關 中國平行跌得比較多 跌了1.7% 這裡看到穿上升軌 穿了之後,就繼續滑下去 另一方面 內房股也貢獻了跌幅 其中一隻就是中國海外發展 為什麼內房股會跌呢 一方面,當然和外圍繼續暢談 中國的地產有關 另一方面,就是萬科 B轉H,今天首席掛牌 有些說法就是資金 沽了現時市場上的內房股 推出賣萬科 令到內房股遠一點 看到這隻就是中國海外發展 那就是龍頭的內房股 以往,今天再跌1.5% 穿了前浪底支持 走勢就弱一點 加上,老人股今天也一般 軟軟的,不是跌得太多 老人股一天升一天跌 昨天說一天跌,今天跌 拖著拖著 試試跌了一點 跌了14點 13點,不多 反而國企跌得多一點 看到了 跌了70點 跌了0.7% 一些小陰燭 有些腳仔 跌了下去 跌了恆新指數 剛才說跌了13點 好像也沒甚麼 不用理會 但回到剛才 開始說了 其實好像風平浪靜 無風無雨 但內部警告是現身效 為何這麼說 一方面 昨天節目提到 期權的異動,要逐漸說一下 昨天說了 差不多是臨結算 仍然有大手成交 認購、認購 今日的情況仍然是這樣 23,000點的認購 都是2,000多張 比昨天少了很多 少了些 其實是幾百張 但反之然認購 22,800 和22,600點行 世界認購期權 仍然有幾千張買賣 好像是2,800 2,800成3,300張 226再多一點 有3,400張 好像有些東西在動 是不是繼續想 臨美再薄殺呢 這位仍然 這就是雷捕警告的生效 其中的原因 要小心 要小心的意思 第二個值得小心 今天外圍的情況是比較弱點的 今天 亞洲股市 基本上都下跌了 跌得比較多一點 可以說一下 日經 225 昨天安倍又出來說 改革了 好像市場人貌收貨 今天日股就下跌了 看到了 穿了上升軌 下級支持就是15,200 上正都回少少 整個亞洲區都慢慢的 更加重要的是 歐美市場終於出現 比較明顯的弱勢 看到這個就是杜瓊斯指數 看到 之前停了小雙頂的格局 昨天插一插 險搜這條上升軌 走勢就弱了一點 明顯 現在還要支持 這個 啡色箭咀指示 就是前浪底的支持 與穿越 就渡河 為何外圍轉弱呢 其中原因就是通脹 憂慮重現 近來《華爾街報》經常說 整天提通脹 其中一篇文章說 通脹重新返回華爾街的議程 說到很危險 加上依然局勢 令到金價又升 看到了 穿了前浪頂的阻力 第二浪走勢流轉了 油價又升 大家令到重新驚起通脹上來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 注意到外圍市場對通脹的情況 特別是數據和油金價走勢 總之來說 維持昨天說法 看著這條五十天線 如果穿了 要擔心 雷暴警告 就生效不得止 還真是雷暴 平平白白 大家看著這條線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